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日里带孩子外出就餐 您有没有留意过小朋友的就餐位置呢 好像没有 无所谓哦 没有真的讲究 随便做 他爱做了就做了 在我们的随机调查中发现 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在意小朋友的就餐位置 只要他们喜欢就可以随便地做 可是您知道吗 也许就是因为您的意识大意 很有可能会给小朋友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 就在今年九月 一对夫妻带着孩子 在一家火锅店内等待上菜时 一名过云在上一锅汤米时 并把心突然滑倒 想一整锅的火锅汤米 不非不已地撒在了孩子的脸上身上 孩子当场被烫伤 着实让你心痛 看到这儿 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家长朋友们 不禁都打了一个寒颤 原来一句不经意地随便做 竟然会对孩子造成如此大的危险 那到底应该怎样做 才能保障孩子们的安全呢 小孩子出去就餐 很多的情况下 不注意的话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有的家长不是太注意 小孩子可以坐在任何的位置 比如说上菜的部位 人来人往的这些地方 都是很容易造成小孩子的烧伤 小孩子皮肤比较嫩了 被烫伤 这种深度和面积 很可能比较严重的 要尽量避免这些事故的发生 各位的选择上 尽量选择靠角落 人行走少的地方 远离上菜的位置 尽量减少危险因素 造成孩子的损伤 专家强调 带儿童外出就餐 父母都必须让孩子远离上菜端 而大人们应该把孩子 护在内侧靠墙 或者周边无人走动的座位 才是最安全的 别走我们去玩吧 好 哎呀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能在这里 洗洗打闹啊 这样是很危险的 你们现在的身高呢 上菜的阿姨是看不到你们的 所以啊很有可能把这个刚出锅的菜品 倒到你们身上 烫到你们哦 不信的话 你们看 2月28日 江苏无锡的一家人 大烤鱼的用餐 当时小男孩和妈妈 一前一后地走在饭店的走廊里 当走到这一L型路口的时候 一名服务员 端着一锅刚出锅的烤鱼 突然走走廊的另一蹲 迎面而来 两人在路口相撞 滚烫的烤鱼汁轻盘而下 将在了小男孩的头上 孩子硬生倒地 他们宝宝就整个一个小人就 躺在身上 妈妈救救我 我把他一扳开 一看他们额头上 没有皮了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无独有偶 当我们查语新闻资料发现 小朋友又在饭店 被烫伤的事件时又发生 市民王先生一家 到新华街巴山鼠地餐厅吃饭 期间 孩子也是与一位 拎着热水壶的服务员相撞 导致孩子的头部受伤 背部烫伤 我们看到 一个四岁孩子的身高 大约在一米一左右 但是他只到达了 这位工作人员腰部的位置 如果是一位正在端餐的成人 那么小朋友的身高 就会被盘子之类的餐厅所挡住 完全处在工作人员的事业忙区 再加上小朋友奔跑时速度过快 就很容易与其发生碰撞导致烫伤 经常碰到很多的患者都是这样 孩子到餐厅以后他很兴奋 喜欢到处跑 第一就是餐厅往往地面比较湿滑 那么一摔跤会造成骨折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很容易和上菜的服务员相撞 服务员端一个东西 小孩子个子比较矮 很难看到 有的时候小孩子是从角落里 突然窜出来创造了服务员 手里看到的如果是热的东西 包括热汤啊 或者是其他的烫的液体啊 就能浇在小孩子身上造成烤伤 专家建议 儿童在外就餐 家长一定要禁止孩子 在过道奔跑嬉戏 因为工作人员很多时候 太过专注于自己手中的餐秘 一旦孩子不小心碰到 工作人员基本都是拿不稳的 而对于三岁以下的孩子 专家还建议 最好使用儿童座椅 因为这样 孩子不容易站起来和乱动 手脚活动区域也被限制 否则一旦孩子乱动 就很容易碰到高温的餐具 或者滚烫的汤水 导致受伤 我不忘了 服务员 再加点火 好的 停 可不能这样操作哦 您这加的是酒精吗 是的 因此酒精加进去的话 很有可能这个火苗 会一下子看起来 烧到我们的小朋友哦 这样是很危险的 这种事情可不少见 我们看 2014年9月2日 浙江一屋的大二女生 小健和同学 到一家烧烤店吃烧烤 服务员在往酒精炉内加酒精时 会将酒精炉灭火 直接导致酒精筒面的酒精被点燃 瞬间喷出了一条长长的火蛇 将女生包围 导致她全身起火 同时现状 立马将自己身上的火扑灭后 使用衣服对象先进行扑打 试图灭火 但效果并不好 最终厨师长拿灭火剂 才将火灭掉 而此时 女生已经全身被倒进去的烧伤 被送往旁中救治 生命一度垂危 在燃烧的酒精炉里 添加酒精到底有多危险 接下来我们通过实验来告诉你 我们来还原一下新闻事件 当事人往正在燃烧的火源里 添加酒精 这是正在燃烧的火锅 您要待会儿 会往里面直接加入酒精 准备 三 二 一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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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添加的酒精发生了爆燃并且引燃了摩托亚人 如果我们坐在边上肯定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为了让你更清楚地观察到酒精爆燃的威力 我们准备了一个五升的水桶 酒精只有一点 但是酒精蒸汽却充满了整个水桶 当它接触燃烧的火源会发生什么 准备 3 2 1 1 3 2 1 走 你看看了吧 这威力是多么的巨大 如果您就坐在火焰噴射的方向 后果简直不开设想 烧烤或者是酒精炉不推荐 或者严格禁止液体酒精作为燃烧物进行烧烤 液体酒精很容易喷溅 这种喷溅很容易引起烧伤 液体酒精一旦燃爆起来的话 这种伤势非常非常大了 瞬间就会造成一个大火 专家告诉我们 对于使用液体酒精的餐馆 无论多好吃还是不要的孩子去就餐 如果非要吃火锅 最好还是选择像电子炉这种安全的加热方式 专家还特别强调 现如今有些人烫伤后 会用一些民间的土办法自行处理 其实这样不仅不会加快伤口的愈合 反而会给串口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 我们不建议用这些民间的土办法来进行处理 比如说用牙膏 酱酱油 甚至用香灰 兔毛等等处理窗面 都是不可取的 这些土办法 一方面有可能会造成窗面的继续加深和感染 第二个它有些颜色的复杂在窗面上 给后续的医生诊治窗面的深浅 造成一定的困难 我们还是主张自来水冲洗之后 用一些湿的毛巾 衣物简单地盖在伤口上之后 直接送往医院进行进入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